這個也是實際的例題 我覺得用實際例題來講解可能會比較具體 可是會變成說有些小細節 你可能要自己還是要稍微動手做一下 不然的話這個地方 會需要花比較多一點時間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裡面他要我們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題目裡面可以看到 他大概就有這題目 那還蠻冗長的 就是開啟這個檔 然後裡面的話 主要就是 跳出一些東西讓人家輸入 輸入完之後這邊有個寫下把 那寫下把特別注意 意思是說寫下來之後 你要把它填的東西顯示在一個清單裡面 那不過這個地方還沒有資料庫 以前的話是需要把它 它比如說有什麼呢 標題 天氣 記事 跟好朋友分享 有四個欄位寫到資料庫裡面 再從資料庫裡面 撈出來顯示 不過齁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沒有要資料庫 所以怎麼樣 那其實是寫在某一個地方 其實主要是用那個 用那個Post 然後呢 把這個四個東西傳過去之後 在同一個網頁接收 這個都同一個網頁喔 它的要求是在同一個網頁 也就是不會有PHP第二個網頁 所以第一個網頁怎麼樣可以 所以又是表單 又是結果訊息產生 然後這邊還有幾個動作 我想細節部分請各位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最後看到類似像這樣的 就是完成的時候 這個表單 配分五分 然後輸入畫面三分 等等的這些東西 所以最後你做完了 稍微驗證的話 你可以按照這個評分項目 當然將來如果你是針對考試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評分項目很重要 因為你全部做完 你怎麼知道你拿到滿分 你就先試做看看 有沒有這個 有這個有沒有 每一個都去check一下 如果全部都有的話 那你這個分數全部都拿到 OK 所以這個是參加考試的一個技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大概會有哪些 表單 然後輸入之後會顯示 那異常是 如果欄位為空值的話 顯示空值 就是要有一個檢查 那個是否沒有填入資料的問題的check 然後再來什麼 處理表單 並產生原始的摘要支竄 另外完成什麼 這個什麼 Lumber Content函數 所以會用這個Lumber Content函數 然後呢 組成是物價Lumber Content函數 並輸入 心情計势的結果 總共這些步驟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把Server這些都弄好 Server Run起來了 然後 Zenweaver也 Run起來了 Zenweaver部分的話一樣 自己新增一個網站 我想這個跟前面一樣 我就不贅述了 反正這些東西 應該已經弄得差不多了吧 Run完之後的話 我們要打開這個PHP106 這一題 第一個請各位先做一件事 下方有個頁面屬性 把它的編碼 改為什麼 Unicode 8 有沒有 它前面好像做過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Unicode 8的話 一Run起來就 什麼 亂碼 為什麼 因為早期 在IE的時代 IE的年代 預設是Big 5 可是呢 現在是Chrome的年代 現在預設的瀏覽器應該都是Chrome的吧 現在很少 越來越少人用IE的 所以用Chrome的預設的語系 已經改成UTF8了 所以我建議你 第一步先把它改UTF8 然後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 就按部就班把它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後完成的 大概的畫面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大概的畫面 完成之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一個 記事本 但是這個跟資料庫還沒有關係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分別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標題填上去 那心情 記事也打上去 只是大概打個東西 表示有打東西 然後 打個一些字好了 打完之後 寫下來吧 這個寫下來吧 實際上上面是一個表單 但是你要送出 特別注意 前面的按送